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今天来玩一款这个 游戏 这种多人的 竞技 横版的跑酷游戏呀 那么这个人物可以看到 都是 哎 很多个经典的游戏里面的人物 像咱们这个的话是之前 带有攀击背包的这个人呢 他这个背包是一个机关枪 然后可以把它顶上去 还有这个骷髅王 他是一个类似于像 解密游戏里面的人物 还有后边这个单 就是这个拳拳踢拳里面这个人呢 疯狂的进行进战 同时 这种类似于像大乱斗的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把咱们喜欢的人物这个IP里面的 主角拿来 哎 让这些主角通台呀 那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操作他是自动向前跑的 咱们只需要控制游戏的跳跃以及攻击加速就好了 那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咱们又解锁了一个新人物 那有的人物 这个咱们都没有玩过他的相关游戏呀 那这个单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 黄草卫这个人哪 是这个拳拳踢拳里面的 非常强的近战攻击 那这个的话是线下的游戏这个线下模式 他还搞得像是这个线上一样 还随机遥过图然后四人匹配一下 还是比较 有趣的 还有这个熊然后带斗粒的 我去 上面有一只狗 这个狗怎么是变成人一样了 我去 这个狗竟然是有人类一样的智商啊 竟然跟咱们一起通台竞技 好迅速跑 这个草莓的话应该是扔出类似于像这个 炸弹一样的东西啊 向前方进行 攻击 那咱们现在位列第一顺位的话就没什么用了 如果可以向后方或者是套一个 保护罩的话 那么这个 能力会更好 像之前的索尼克这个竞速就是 如果咱们是位列的是 234顺位的话 那咱们就会可以获得 攻击道具 如果是位列于第一顺位 那么咱们就获得的是这个防御道具啊 以及 障碍物道具 那根据你不同的阶级会拿到不同道具 那游戏整体这个画面感觉是不错的 我个人给一个三星评价 因为有很多的人物咱们是不熟悉啊 所以说没有一个详细介绍 那只有都玩过这些 游戏里面的人物 对人物比较熟悉才有这个 这个 大乱斗的这个怀旧的这个 情怀呀 好这个人物 是之前这个 比较有趣的这个 也是一个横门跑步游戏 他后面这个背包啊 是一直向向下这个发射子弹 通过子弹的后座力把他自己顶起来 在一个神秘实验室里面呢 也是一个 无尽模式的跑步啊 我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咱们都完全没见过 好上来咱们直接一飞冲天 向前走 被这个家伙给抢先一步 那黄色可以让我们跳更高 紫色的话是 更强的这个 积极飘跃 那这一关应该是一个 两关 组合成一关的角色啊 咱们是 围绕一个圆环 来进行跑步 好成功跳过来 利用挡板 在下降下来 好这边 好的抵达终点 不要灰心啊 没有完事呢 还有下一圈 好的再一次跳上来 那现在已经没有人来了 咱们可以更安稳的 走向我们的 胜利点 诶这个东西比较有趣啊 是类似于像一个 防护罩的东西 好终点在前方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手游 酷玩